仁义大剧天下第一楼将于3月2日至3月11日 在首都剧场再度上演 2月28日接着来到仁义剧场对该剧探班 杨立新、岳秀卿等人正热火朝天的排演该剧 在1988年的版本中出演大少爷一角的杨立新 这次摇身一变挑大梁成了福聚德的掌柜 尽管南城长大的杨立新对饭馆生活很熟悉 演掌柜也是驾亲就熟 但时至今日杨立新的言语间 还流落着对大少爷这个角色的喜爱 我当初演的是大少爷 大少爷是跳戏的 二少爷是喜欢习舞的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 我基本上就那会儿炮后台 到这个吉祥那会儿 这个东安市场北门还有一吉祥剧场 这个那时候就跟那个 谭一少爷先生特别熟了 他们在那演大金砖 在那后台聊什么的 还把谭一少爷请到居院来 开座谈会聊京剧里边的行动里边的好多人情世故 掌柜故故事 那时候就 尤其是这个大少爷 应该是在台上 那时候我演有几段唱 先上来是这个 做工唱那么两三句 不演大少爷挺可惜的 哈哈哈哈 与1988年上演的版本相比 副牌后的天下第一楼最大的不同 就是大少爷的一段俏皮唱段红娘 被遗憾拿下 其实我都觉得应该保留 他二末二的时候 一帮时刻起着哄 让他唱一段 他顺手 人家原剧本写的是顺手 拿过了伙计手中的盘子 上菜的木盘子 然后就唱了红娘里边的 叫棋盘舞 叫张声隐藏在棋盘之下 我不不行来 你不放大胆 忍气吞声羞害怕 那段 然后还把那段全弄下来了 连身上在嘴里全都有了 但是排练的时候 韩尔旭说 这有点问题 说这是1917年前后的故事 那时候红娘还没这出戏 这是解放以后才 是吧 跟好多戏都是解放以后的 秦祥连起 就是解放以后的 所以还没这戏 这样就改成了 比较保坑一点 就说咱们就弄这起戒 起戒不会不会有年代的问题 改了起戒 其实要用那个也挺好 除了天下第一楼外 今年杨立新将连续调雷宇 茶馆 窝头会馆 龙虚沟 共舞部仁义大戏 堪称话剧舞台上的劳魔典范 酷鲁娱乐北京报道 这边还有本来的 请稍稍再来 明镜头会儿 请稍稍再来 请稍稍再来